这种就是一种叫做非直性的 它本身原来的副电中心在中间 正电的中心也在这个球星 于是两个相等的电荷中心都在同一处 因此它就不带电 可是我们把它外加电厂以后 那么这个正电受电厂的作用往这边移 那副电受电厂的作用就往这边移 于是这两个中心就移开了 于是它就产生了Electric Dipo 那么这个Electric Dipo 它就会对外界产生电厂 我们就说这个物质被极化了 这个物质被极化 被外加电厂极化了 像氢淡氧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就是气垂直 这些电子被极化 我们看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 这个物质本身就是有电厚极的 就是有电厚极 就是说它的电厚极排列不整齐 它凌乱得很 凌乱得很 以至于它在外界 对外界产生的电厂 就好像这里没有电厚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叫做极性物质 这个是极性物质 就是说它本身虽然是有dipo 可是因为它排列的凌乱 所以使得它外面不感觉得到 它有电厂 可是我们把在外加电厂里头以后 这个电厚极是外加电厂的作用 就开始旋转 旋转 有一部分就开始排列整齐了 一排列整齐的话 那就相当于有这么多个电厚极排列整齐 那么在外界它就会产生电厂 那么这种状况我们也称它是 这个物质被极化了 那么这个是极性物质 极性物质像什么呢 像氧化氮跟水 水分子是极性物质 我们天天喝水 你都不觉得 你都不晓得它的分子是电偶基 是带电的 那你说既然每一个水分子都是掉偶基 那为什么我喝一口水 它不会感觉到这个有电的作用 会麻麻的呢 原因就是说 你喝一口水 你不是喝一个水分子 那是一群水分子 那这些水分子在没有外加电厂的时候 它是分布得很凌乱 所以它不会在外界产生电厂 那么这个就是极性物质的极化过程 那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极化 就是说你原来是极性物质 或者原来不是极性物质 你摆在电厂的时候啊 外加电厂之下 那么它的极性物质 都会排列得很整齐 比如说这是一个纸屑 我们的纸丝成碎碎的纸屑 以前我们小时候就是玩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电动的 没有电动可以玩 那就是撕了好多纸片 纸屑摆在桌子上 然后拿一根米达尺 在身上拼命摩擦 然后这米达尺再摆在这个纸屑上面呢 纸屑会有时候被它粘上来 为什么纸屑会被它粘上来呢 就因为米达尺上面的电壳 比如说米达尺摆在这边 它第一个产生的电厂 就像这个电力线一样 就让这个物质啊 里头带有电厂 就是里头有电厂通过 于是呢 这个电偶尺就排列整齐了 像这个样子 当它排列成这样子以后 你们看 这个表面外面有一群的负电 这个表面外面有一群的正电 剩下的电呢 就是一个负一个正 一个负一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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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中性了 所以说 这个纸屑啊 你用手去拿的时候 它有时候会粘住你 就是因为啊 它表面会有电厂 有电 有电厂就有电厂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界电值被极化的一种状况 那么任何界电值如果在电厂之下呢 它都会产生极化作用 就是会被极化 极化就是它有一部分的电厂极 顺着电厂方向排列 顺着电厂方向排列 这个纸屑被极化的时候 左侧与右侧边缘 有正 这里右侧有正电荷 左侧有副电荷 这些电荷我们就称它叫做极化的表面电荷 极化的表面电荷 中间因为正电负电都相等 数量都相等 所以它的总极化 电荷我们称它是零 因为它有一个正电 必有一个负电 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上次讲的Vandegraff Generator 它就会产生静电 这个静电呢 Voltage很高 比如说4万伏特5万伏特 它是很平常了 很平常 我们做静电实验的时候 通常都用Vandegraff Generator 你看我们上次讲过 这两个旋转的轮子 这个橡胶带这里滚动的时候 从这里上来是正电 正电到了这里以后呢 就跑到外面去 因为里头的电位一定比外面高 那复电下来以后啊 就碰到这个 这是接地 这是接地线 我们也可以说复电都集中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接一条 这个电线的话呢 它会跑到这里来 这两个如果碰到 不要碰到一起 摆在相当的小的距离啊 它就会有火花跳过去 如果我们人站在一个木板的高台上面 或者站在椅子上面 不要站在地上 那我们用手去摸这个 上面的这个金属球的时候啊 这个电荷呢 就会跑到我们身上来 那我们人体也是导体啊 所以这些电荷呢 就分布在人体的表面 人体就带很多电荷哦 这个时候有的现象就是 我们的头发啊 它是借电池 头发借电池 那么我们头顶有很多正电啊 对不对 有很多电荷啊 这个电荷就产生电厂 电厂就让这个头发呢 极化 就好像我们刚刚那直屑一样的 极化 那在偶基举一个接一个 排起来 那头发就会竖起来啊 那么我们现在看 这个人 看到清楚啊 你看 这个人一个手摸着这个 Mandibra Generator 他的头发就竖起来了 这个比较近 看得清楚啊 竖起来了 这个我们实验室 有这个仪器 像工学院实验室应该也有啊 你也可以早一天呢 去摸一摸看 不过你一定要绝缘啊 你站在椅子上啊 不要站在地上啊 你看头发都竖起来 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就你以后不要花钱去竞选什么立法委员呢 那花好多钱啊 你就摸一摸这个Ventecraft Generator 你的头发就立起来了啊 那你就是立法委员 OK 这个方法好不好 好 那么我们再看 这个老兄 哇 他这一摸 你看他头发 你看 好像摊到天花板了 所以大概是立法院的院长 那么 像这种实验 我们可以可以庆身体验一下 好 现在我们说 你这个 阶电值 在电厂的作用下会极化 有的物质极化的厉害 有的物质极化的比较不厉害 就是说同样的电厂强度 对某一些物质 它产生排列整齐的调集取的数目比较多 另外一个就比较少 那为什么会 这就是这个物质被极化的时候 它极化的强度 我们现在来看看 电界 阶电值被极化的程度呢 我们称它叫做极化强度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定义就是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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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就是 单位体积有多少个 每一个的 电厂强 偶集取是 P 那么 单位体积的 电厂强 就是 NP 或者我们说 你这个物体 总共的 这个 总的 电厂强 是 P Total 然后 总体积是 Tal 然后我们把 P Total P Tal 来除 也是单位体积的 电厂强 电厂强 然后这个就叫做 极化强度 OK 那么 现在我们来看 假如我这里有一块 戒电池 我把它切成这样子一个 很规则的形状 这里是 一个面 后面也有一个面 然后呢 我们把它摆在外电厂 底下 外电厂就是 顺着这个方向 于是这个里面的 这个 偶集 电偶集就排了整齐了 排了整齐 就像刚刚紫屑一样 然后 后面表面呢 它就有 一群的副表面电荷 是 极化的 这个表面就有一群正的 表面 极化电荷 好 那么我们就算 这个物体 我们现在算它的 总共的 掉机局 那就 我们看看 这个面 有多少的 正电 因为它的 密度是 Sigma B B是代表 Bound the charge 就是被束缚的 电荷 也就是 极化电荷 成算这个面积 就是Q 对不对 Q 这个 在正Q 后面的 起板 后面的板 后面的面 带负Q 然后 距离是低 所以 正Q跟负Q之间的 距离是低的话 那么这个Q的 绝对 只乘上低 就是这个物体的 总的 偶极局 的大小 那么我们把这个 总偶极局的大小 被体积 整个体积来除 你看这个 用这个带 体积呢 就是等于 A 就是A A 面积A 乘上低 就是 乘上厚度 就是体积 这个AD 约在去变成 Sigma B 所以 我们说 这个物质 它现在很特别 就是说 它的 电场的方向 是跟这个表面垂直的 表面垂直了 这个时候 它的 极化强度 就等于它 表面上的 表面 极化 电荷密度 这个是 一个特例 特例 结果就表示 表面极化 电荷密度 绝对值 等于 极化强度的 大小P 这个 这个很重要 要记住 这个要记住 这个关系 现在我们来看 一般的 一般的物质 就不像我们刚刚 切割的 那么整齐 随便哪一块 还没有 这个还是 特别 画的一个 好像椭圆一样 其实它不一定要椭圆 任意形状 它现在 极化 是这样 极化强度 这个 这个方向 就是说 我们的外加电场 是这个方向 于是 它里头的电偶级 就这样子排列 这样排列 这样排列 排列 你看 这脖子 画去一行 其实好多 这一边就带负电 这一边的表面 带正电 这个表面电荷密度 是sigma b 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的表面 电荷密度 就跟我们刚刚讲 切割的很均匀 它的极化强度 跟表面垂直 跟那个情况不一样 那个情况 sigma b 就等于p sigma b b的大小 就是p 现在呢 这个表面 你看这个 随便画一个表面 它的表面 面积的激素 是这个方向 计划强度 是这个方向 那么在这个表面上面 产生的sigma b 是什么呢 我们 我们不去证明 我们直接拿 这个结果来用 就等于p dot n p dot n n就是什么 n就是表面 面积激素的方向 它的表面 激素的 单位向量 这个一 dot 就等于p 乘上1 乘上cos θ 乘cos θ 所以sigma b 是等于 这个 一般是这样子 一般这样子 那么我们把这个 再仔细看一下 这边取一个 面积激素 dA 这边也取一个 面积激素 dA p都是这个方向 那么这个角 小于90度 这边这个角 大于90度 因此 我们说 在这边 的激化电荷 sigma b 这个是小于90度 是正值 所以这边的激化电荷 是正的 这边的激化电荷 密度 因为cos是 第二向线 它是负值 所以 这边带的就是 负电荷 OK 那么 假如我们要 在这个 随便一个表面上面 找一个面积s 随便这里 找一个面积s 或者这里 找一个面积s 要求上面的 激化电荷 有多少 因为你知道 有sigma b 知道了吗 它有一个面积的话 你就会求这个面积上的激化电荷 激化电荷 那就等于sigma b dot dA 就是你在这个面上面 取一个面积激素 这个面积激素的这个地方 它的激化电荷密度 是这个东西 这是位置的函数 出处不一样 然后我们把sigma b s 带到这个 我们把它 sigma b 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 就是等于这个 p cos theta p cos theta 现在我们可以写成p dot n 乘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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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这个结果 它就 我们可以把n 归并在dA上面 就是说n呢 是dA的方向 单位方向 它面积相量的方向上面的 单位相量 所以这个一层就变成dA面积 激素 这变成p dot dA 好 那这个就是 你随便取一个面积s 这个s 这个面积上面的 激化电荷 就等于polarization 这就是激化强度 dot dA 这个面积上面取的一个面积激素 然后 对整个面来积分 整个面来积分 OK 这个是激化电荷 就是表面的激化电荷 就是说这个表面上 我取一块面积 这个面积上面 有多少个正电荷 这里取一个面积 上面有多少负电荷 激化电荷 激化电荷 它的 表面 我们说 它表面上的总激化电荷 是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是取一个s 就gs 如果我这个s是取全部的这个面呢 那这个面是一个封闭面 你就把这个积分 这里改成封闭面积分就好 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一个物体 它的表面 是一个封闭面 它产生的总的奇化电荷 就是这个 这个量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件事 我这里只画一行 其实很多行 你看 如果这个表面上带一个正电 里头一定带一个负电 对不对 这个电荷器被这个表面切割了 这个外面带负电 里头一定带一个正电 然后其他的呢 没有切割的 正负正负正负都相等 所以总电量好像没有一样 因此啊 我们知道你外面有一个正电荷 里头就有一个负电荷 外面有一个负电荷 里头就有一个正电荷 那因此我们说 我们刚刚说 你不是求出这个surface 表面上面的计划电荷 total total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p.da的封闭面积分吗 对不对 封闭面积分 就是你这个正电荷 加这个负电荷 我这里画的好像都是相等 其实有的物质不相等 他说这边正的 这边负的 这种数不相等 所以他就会有 加加减减以后啊 他会有一个净值 那就是他的总的表面计划电荷 可是我们刚刚讲 你外面有一个正的 里头就有一个负的 外面有一个负的 里头就有一个正的 所以你外面加起来 加加减减 比如说 它是一个正QB QB 那里头 加加减减呢 就有一个负QB 就是说里面所含有的 体积的计划电荷 是表面计划电荷的负值 表面计划电荷是这个 那就乘一个负的 这就是QB等于负的 PDA 我们刚刚是讲这个表面了 如果我在里头做一个高丝面 在物质里头做一个高丝面 高丝面 你做了一个高丝面以后啊 它也有的地方也会把这个负电 跟正电切割 这边也会切割 所以也是一样 高丝面外面 在表面有多少个 有多少的表面电荷 那里面所含有的体积电荷呢 就是表面电荷的负值 所以这个 这个呢 这个Closed Surface 它可以是物质本身的表面 也可以是你里头画出来的高丝面 都可以用 于是我们就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这个跟高丝定律啊 形状差不多 高丝定律这里是用什么 电荷一 对不对 我们这里用 极化密度 极化强度 所以啊 这个极化强度 这是极化强度 极化强度 到的DA 就等于极化强度 从这个封闭面里头 专出来的通量 Flux Polarization Flux 要等于什么 等于负Q V就是代表V就是代表Volume Charge 体积的电荷 Anclosed就是被这个封闭面所包含 包住存在里头的这个体积电荷 但是它要加一个负值 加个负值 原因就是 这个其实是表面电荷 这个是表面电荷 表面电荷跟Volume Charge 正好是相反 它是正的话 如果表面电荷是正的 那么Volume Charge 就是负的 这个要记起来 这个是另外一个高斯定律 这个我刚刚讲过 这个关系就叫做 激化强度的高斯定律 现在我们来讲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名字 叫做电位移 Electric Displacement 那我们知道高斯定律是这个 高斯定律的Q是什么呢 是封闭面里头 所存在的电荷的禁值 那这个电荷 我们以前在此之前 我们讲的几乎都是讲这个真空里面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只有自由电荷 Free Charge 不受束缚的 可是现在有电戒指以后 电戒指会有一些 Bounder的Charge产生 即化电荷的产生 束缚电荷 所以这Q and Closed它应该包含 Free Charge 跟这个Bounder的Charge 两个 Bounder Charge 所以这个式子 在有借电池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 高斯面里头说 包含的自由电荷 跟七华电荷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值 就是说你这个电荷 你这个电厂 这个高斯电力以前用得很好 我们可以用来求电厂 对不对 用来求电厂 现在你有借电值的时候 你要求电厂 要用这样的式子 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就不好用了 为什么 因为 如果有借电池 这个电厂会产生 Bounder的Charge 你不晓得Bounder的Charge 就是多少 你只知道它的Free Charge 就是多少 Bounder的Charge 你不晓得 既然这部分 我们不清楚 不知道 你就不能用这个式子来求电厂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说 如果 我们 把这个式子 我们把这个式子画一画看看 画一画看看 将这个 这是我们刚刚上一张头影片所写的 这是Volume Charge 这是Bounder Charge 如果这是一个立体的话 Bounder Charge 它就是Volume Charge Volume Charge 它的负值 就等于这个量 我们就把这个量 带到这里头去 那就是 这左边还是一样 右边呢 就把这个量 用这个取代 就变成负的这个 之后我们把这一项 拿到等次的左边来 这一项呢 这个Y0先乘上它 然后再把这个拿过来 P加DA 等于什么呢 Free Charge Enclosed 这个已经乘过来了 那我们就令这个项量 就是 激化强度的项量 就是电厂的项量 两个项量和 等于第三个项量 另外一个项量 这个项量 我们就令它叫做 Electric Displacement Electric Displacement 我们把这个取代它 然后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这就是Electric Displacement 从这个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总通量 那等于 这个封闭面里头 所包含的 自由电荷的净值 自由电荷的净值 这个叫做 电位移的高斯定律 第一我们叫做 电位移 叫Electric Displacement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共导出 三种的高斯定律 三种 电厂的高斯定律 是这个 我们都很熟 因为刚刚才用过 洗题要做 我这洗题又发给你们 还有大家共用的洗题 你要做 刚刚讲的 极化强度的高斯定律 上一张头一遍才显示的 电位移的高斯定律 这三个要记 你要把它分辨清楚 电厂的高斯定律 它只适用于无界电子存在的空间 就是在此之前我们讲的 就是没有界电子存在的空间 用得很好 只要你无界电子存在的空间 你这个电荷是有某一种的对称性的分布 我们用高斯定律都很好 都很好求 但是 只要你有界电子出现了 这个事就不能做 不能做 那么 这只用于五界子存在的空间 这个它用来计算什么 计算 界电子里头 极化电荷的密度 或者是电量 你知道polarization 你就可以求它这个 极化电荷的电量 或者是它的密度 这个就是如果在一个封闭面里头 你这个还不知道 它一定有 它有free charge 跟polarized charge 两个都有 你这个不知道 但是你只知道free charge是多少 你就可以用这个free charge carge across 来求electric displacement 好 那现在我们就说 你求出electric displacement 有什么用 我还是想知道电厂 你说你电厂没办法用这个求 你可以用这个设置 把electric displacement 求出来 那你求这个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除非你说我先求出D来 然后可以由D来求E 我就觉得有意思 对不对 你说你不能用这个来求E 只能求D D求出来做什么 你都不知道的话 那这个就没有意思 那现在我们就说 如果我们知道D跟E有什么关系的话 那你求出D以后 那你求出D以后 就可以求E 就可以求E 可以 就是说 你可以不管这个 Volume charge是什么 这个就是计划电荷是什么 你只知道free charge 你就可以求D D求出来 有D跟E的关系 就得到电厂 好 现在我们来讲一种 叫做简单的戒指 simple medium 它的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极化强度跟电厂 是有这种线性的关系 简单的关系 Y0是个场所 Ki1也是一个场所 也是一个场所 P等于这个 就是说有一种戒指 我们称它叫简单的戒电子 它的polaration跟E 有什么关系呢 另外一个就是 它们是成正比的关系 就是线性关系 P跟E是线性的关系 还有就是 P是各方向都一样的 就是朝中计划 跟这个电厂朝C计划 情况都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很均匀的 这一部分跟那一部分的戒指都很均匀 这个时候有这个关系 我们就称它是简单 界电子 它的polarization跟E的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从上 上一个头影片看到 第一是等于 Y0E加P 这个保留 P呢 用这个取代 这个取代 然后我们把这两项合并 Y0E都提出来 然后里头是E加Ki1 这不是X啊 这是Ki 希腊字母 那我们另 1加Ki1 因为Ki 它也是一个常数 也是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是不民数 就是没有单位的 纯粹是一个数字 那1也是一个纯粹数字 所以两个加起来呢 我们就叫它叫做Ki 其实这个应该叫Kappa Kappa等于1加Ki1 Kappa呢 就是界电常数 就是界电常数 然后我们说这个也是常数 这个也是常数 两个相常是另外一个常数 我们用Y来代表Ki 乘上Y0就代表Y2 Y1 这叫电容率 电容率 某物质的电容率 这个是真空中的电容率 所以第一呢 跟E具有这个关系 你就记这个 OK 当然这个要记住了 那么Ki等于1 因为这是1 这个是正值 Ki是正的 所以 Ki这个值 一定是大于1的 我们称为某物质的界电常数 界电常数 那么 我们知道这个Ki 你看 EpsilonZeroKi等于Epsilon 所以Ki就等于Epsilon over EpsilonZero 它大于界电值 就是 Epsilon Epsilon 它等于EpsilonZero成开 成为某物质的电容率 就Permittivity 这个 这个 相对电容率 叫做 Relative Permittivity 这个是相对电容率 也叫做 界电常数 Dielectric constant 它这个名字 比较响亮 我们通常都叫它 叫它叫做 界电常数 OK 这是一个例题 例题 例题是告诉我们的 这两个同心球壳 一个是RA 半径 一个RB 这个分布了QF 外导体 是分布了-QF 它里头呢 不是正空绝缘 它是充满了某一种的界电值 叫做Ki 它的界电常数是Ki 它要求 这个电容器的电容 当然就是个电容器了 两个导体 互相绝缘 就是电容器了 界电值内 外表面 界电值就是界电值 它内表面 就是这个 界电值跟这个导体交界的地方 叫内表面 还有 界电值跟外导体交界的地方 叫做外表面 它的表面计划电荷是多少 然后 界电值里头 总计划电荷是多少 要求这个问题 求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呢 我想我们 就下一堂再做好了 再做好了 因为这个题目很长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好 好